欢迎回来 1月3号下午3点左右 在海口市龙华区尊坛镇 一家快递站工作的林先生 因为一个包裹和消费者 从口诀纠纷上升到了肢体冲突 究竟怎么回事呢 我们赶紧去看看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 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与两名同伴气势汹汹的 进到快递站中找到林先生 尽管快递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劝架 但蓝衣男子还是拿着一个塑料凳 往林先生头上砸了两下 凳子被砸坏 过程中还有一名身穿红黑色上衣的男子 也出手攻击了林先生 直到快递站工作人员发现劝架无效 高喊报警后 三名男子才拿着包裹 切着电动车离开了现场 而这一场面发生的原因 还要从10分钟前发生了一个小矛盾说起 我就是来拿这个包裹 那些东西放在那里挡住了 我就从那个洗服那里留下来给他 他就说干嘛要丢他的东西 他现在就跟洗机吵了 看到他就在那里就拧那个洗机 那个衣服 我就说你可以验一下货 看有没有坏 要是坏的话 我们也可以赔钱给你 或者是说你去收不要 我们帮你购回去 我们这边再送你 他就生气了吗 那从起起来他就动手打人了 我就简单说了一句 说不要我们可以帮你退 后面他就说叫人过来打我 姐就打人 我叫他两个朋友过来 六七个人拦不住他们三个 就打有人打架都被打到了 林先生介绍当时快递站的负责人王先生 只是为了方便把快递给消费者 也并没有暴力分解 而在发生言语冲突后 那名男子又叫来两个朋友 对他进行了攻击 事后林先生到医院进行检查 虽然只是轻微伤 但他还是想对此事要个说法 而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 随后借着也通过电话 联系上了这名蓝银男子吴先生 吴先生称 自己认为王先生通过这种方式 将快递包裹交给他很不礼貌 所以一切之下 他才做出了这些冲动的行为 事发后 当地的派出所也接触调查 它是一个普通的纠纷引发的 一个治安案件 我们当天就马上进行取证 已经马上受理 都是本地人 这个乡里邻里的关系 像这种案件 我们还是以这个和谐为主 会视情况 先进行调解 如果调解不成功 我们就依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这个有 负有法律责任的 这个相关当事人进行 依法进行治安处罚 直播海南 接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